最近中美各自出了一个大招 中国持续抛售美国国债 而美国则单方面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所有制裁 两件事看似各自独立 实则关系紧密 甚至可以说是拉开了中美货币战争正面交锋的序幕 大家知道美国国债已经伟大不掉 疫情爆发以来 美债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 飙升至近27万亿美元 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 年底之前甚至会突破30万亿 就算最有胆量的经济学家 面对这个数字也不免心惊肉跳 27万亿美元什么概念 美国去年的GDP总量才21.4万亿美元 美国2019年的财政收入3.46万亿美元算 全体美国人不吃不喝 一分钱不花攒8年都还不完 换成你是债主你怕不怕 债主们心态如何 数据可以给出最直观的答案 今年3月以后 各国央行开始纷纷抛售美债 仅仅一个月就抛售了3000多亿 并且抛售一直在持续 由此可见 随着美债规模越来越庞大 已经引发了投资者的深深担忧 在过去的22个月内 海外投资者一直在减持美债 总出售额近9985亿美元 其中中国在此期间共减持了1437亿美债 据美国知名金融网站 ZeroHedge分析称 随着美国违约风险增加等因素 正常情况下 中国或将逐步出售20%的美债 如果风险因素加大 甚至有清零可能 目前我国美债持仓1.07万亿美元 已经从美债第一大海外持有者降为第二 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 持仓1.29万亿美元 但其中有多少自愿的成分 多少是无奈和不得已 可就不好说了 耐人寻味的是 在减持美债的国家中 英国也在7月份减持了210亿美债 是当月减持美债幅度最大的国家 几个月前 如果有人跟你讨论 美国会动赖掉中国所持有的美债 这种心思的问题时 一定会被美分和所谓经济专家们喷死 但实际上华盛顿邮报 在数周前就曾报道过一些美国官员 讨论赖掉中国持有的部分美债的想法 从理论上讲 美国如果赖账 对内丧失的是政府信誉 对外丧失的是国家信用 哪个都输不起 但问题是 凡事都有临界点 国家就是大号的企业 按说谁都不想当老赖 但万一破产了呢 说实话 想不想赖其实不是重点 相比于美国赖账 债主们现在更担心的 是再这样下去 哪天美元直接崩盘了 何况 美国翻脸不认账的先例 也不是没有过 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的时候 美国不也是一夜之间就宣布 美元跟黄金脱钩了 再看懂美债 首先要清楚美债的本质和构成 美国国债 是指美国财政部 代表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 根据发行方式不同 可分为凭证式国债 实物券式国债 和记账式国债三种 根据债券的偿还期限不同 美国国债大致可分为 短期国库券 中期国库票据 和长期国库债券三类 此外 美国国债分为内债和外债 内债是美国境内 各基金和美联储等机构 自己购买的 外债则是由其他国家 和地区购买持有 27万亿美债当中 超过19万亿是内债 由美国各类社保信托基金 美联储 商业银行 其他机构 以及美国散户持有 规模约为5.95万亿美元 这部分是美国百姓 社保养老的钱 美国政府只要不想倒台 就绝不敢赖支笔债 至于美联储 作为掌握美元助币权的 犹太私人银行 全美纳税人 本就在给他上贡 他跟美元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死也得撑住 所以当各国央行 都在纷纷抛售美债时 他则是拼命的增持 自今年以来 美债规模已经增加4万亿美元 美联储招单全收 是最大的接盘侠 但美联储接盘 可不是韭菜那种接盘 他开足马力 拼命一美元给美国政府 而美国政府 要拿全美纳税人的税金 跟他做抵押 所以他不怕放债 量化宽松分摊 给全世界承担 只要美国政府不党 美联储就能一直吸 美国人和全世界的血 真正危险的是 其他国家的持债人 随着对美元的顾虑 与月距增 各国央行纷纷开始抛售美元 并陆续开启 去美元化的政策 比如启用国家加密数字货币 或由黄金支持的数字币 据世界黄金协会 9月份报告显示 考虑到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负利率资产扩张 超过20%的央行计划 在未来一年内 继续增持黄金 可见全球央行的外储管理者们 正在逐步提高 非美元货币资产和黄金的配置 据BWC中文网统计 目前包括德国 土耳其 意大利 荷兰 波兰等多国 已完成或要计划运回 存在美联储 或英格兰银行等地的黄金 再如伊朗去年宣布计划 推出加密数字货币 委内瑞拉从2020年起 也正式以石油加密数字货币 结算石油 此外 德国 瑞士 法国 英国 已经与伊朗进行谈判 磋商开展数字货币的交易系统 从而规避掉美元限制 据统计 目前包括中国 俄罗斯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伊朗 伊拉克 委内瑞拉 巴基斯坦 印度 西班牙 荷兰 巴西 南非 土耳其 甚至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在内的至少40个国家 已经分别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去美元中心化的进程或计划 这些都在表明 曾经强大无比的美元 继48年前与黄金脱钩那次之后 正再一次失去信任的标签 美国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成 美元正处于失去其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边缘 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是永恒不变的 一旦美元失去信用底线 美元对美国经济的优势作用也将不复存在 届时 全世界的石油交易以及所有的商品交易 或都将变成全新的货币 华尔街预言家彼得西夫认为 美元正在走到穷途末路 现在整个美国经济都建立在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上 这就是美国经济得以运转的秘诀 一旦美失去信用那么一切都将结束 可以预见的是去美元化是未来的大趋势 中国必将会持续抛售美债 这一点俄罗斯做的最绝 近三年来 俄罗斯以基本将持有的美债清仓 从之前的一千多亿 减持到了仅剩不到的一百亿 铁了心的不跟美国玩了 说完美债再来说伊朗的问题 大家知道美国9月19日干了一件非常无耻且搞笑的事情 他竟然单方面宣布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已恢复制裁 这有多搞笑呢 此前美国8月中旬向安理会递交的 要求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的提议 遭到了安理会13个成员国的反对 安理会一共15个成员国 除了美国自己 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投了赞成票 中俄投了反对票 其余包括法德在内的其他国家全部弃权 以行动无声抗议美国 就在这种结果之下 美国竟然单边宣布恢复所有针对伊朗的联合国制裁措施 并且蓬佩奥还发出威胁称 如果联合国成员国未能履行实施这些制裁的义务 美国将强加后果 对这种霸权行径 中国直接怼回去 称你没有资格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如此疯狂 非要往死里整伊朗呢 说到底还是跟美国的自身利益 石油霸权和美元霸权相关 美国的全球霸权是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 可以说左手军事右手金融 薅全世界羊毛 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时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为了维系自己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 又开始于石油挂钩 即全球石油贸易必须使用美元结算 而随着美国的衰落 世界上很多国家目前都在设法去美元化 欧盟试图用欧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 中俄用人民币 中国和伊朗之间也开始用人民币 人民币的崛起让美国十分惧怕 那如果伊朗不用人民币 美国就会放过他吗 当然不会 美国打压伊朗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因为石油 美国想控制全球的石油贸易 就必须搞定伊朗 美国以前是石油进口国 2010年以后 随着美国页岩油和页岩器开采技术的突破 它一举成为了石油出口大国 2011年是石油价格的黄金时代 彼时油价一度超过110美元一桶 让美国的油气商人们大发横踩 美国页岩油的横空出世 令之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出口大佬 压力山大 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 他俩一合计发现如果把油价打压到70美元一桶 页岩油的成本就 hold不住了 经过一番努力 伊俄在2014年把油价打到了50美元一桶 令美国的页岩油一举不振 令美国能源雪上加霜的是 奥巴马拉上中俄英法德和伊朗搞了个伊朗核协议 这个协议不是说要救美国能源商的 恰恰相反 是让他们死得更彻底 伊核协议说到底就是大家给你伊朗松保 前提是你别搞核武器 这个结果对伊朗欧洲和奥巴马来说可谓皆大欢喜 伊朗的石油贸易获得了更大空间 欧洲享受了低价油的实惠 奥巴马收费了缓解中东危机的政绩 同时还借打压油价制约了俄罗斯 至于美国的页岩油商 他们的死活跟奥巴马无关 奥的背后是华尔基 不是石油党 伊核协议最终把油价打到了27美元一桶 美国的页岩油商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风云斗变 2016年特朗普上台了 川普能够上台 本就是军工复合体和石油党的助力所致 军工复合体希望他打仗 好卖军火 发国难财 石油党则希望他控制全球石油市场 拔高油价赚钱 特朗普是个生意人 对打仗兴趣不大 所以跟军工集团日益滋生矛盾 但他对卖油十分积极 所以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 目的就是要方便制裁伊朗 以便控制石油贸易 中东主要产油国当中 沙特和科威特亲美 伊拉克和伊朗反美 美国就此干掉了伊拉克 现在他需要干掉伊朗 如果放眼全球来看 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 有美国 俄罗斯 沙特 伊朗 伊拉克 阿联酋 科威特 科比亚 维纳瑞拉和加拿大 其中亲美阵营是沙特 阿联酋 科威特 加拿大 反美阵营是俄罗斯 伊朗 伊拉克 利比亚 维纳瑞拉 美国要掌握石油霸权就得扫清路障 所以美国干掉了伊拉克和利比亚 消灭了萨达姆和卡扎菲 搞乱了维纳瑞拉 如今通往石油霸权的路上 就只剩下了伊朗和俄罗斯 干掉伊朗 美国不但可以成为石油霸权国 还可以进一步的夯实美元的霸主地位 制裁伊朗 实际上是美国在为后美元时代铺路 也就是说 即便是美元是威了 但只要能控制石油贸易 则依然可以维系美国的霸权 而一旦失败 则不但无法称霸石油市场 还会因结算货币的去美元化 而最终连美元霸权一起丧失 一成一败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所以特朗普无论如何都要对伊朗下死手 基于同样的道理 中国和俄罗斯则会全力护伊朗周全 对中国来说 保住伊朗不但可以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 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 对外卖出的重要一步 绝不能令伊朗有失 于是 伊朗成了中美货币战争的制高点 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 伊朗注定不会好过 但有中俄的庇佑及欧盟的支持 伊朗也不会倒下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万一美国几眼了开打呢 那简直是天赐良机 之前说过 美国要是对伊动武 那不但将为中国收复台湾 提供最佳的历史时机 还将令美国万劫不复 2020就是这么梦幻 无论早晚 美元霸权的崩盘终有一天会到来 各国央行紧锣密鼓的去美元化行动 足以说明一切 而后美元时代 最有想象力的世界货币会是哪个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感谢您的重力 cos道 特内 特因